格局所限制 那為什麼 我就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好的機會呢 今天喔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格局 自己的小孩有大格局 有時候抱怨老公 自己老公 格局不夠大 太小 這兩個字 用在很多很多地方 常常被人家誤會說 有一個好的格局 大的格局 就是一個好的事情 但實際上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事實上並不是這個樣子 今天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解釋 很多自學的人 很多看影片的人 甚至很多電視上的老師 我們在談 哇這個人啊 是什麼七薩草斗格 是沙破狼格 是什麼什麼格 我常常在講 人生最好的格局 只有一種 叫做命貸停車格 台北市的人 大家應該都有這種感受啦 所以喔 這一些我們乍聽之下 這種好的事情 甚至有所謂的 什麼 賤富格啦 那個配置的小編要記得 是悲賤的婦人 不是很快看到富貴的賤富 是悲賤的婦人 賤富格啦 或是什麼 什麼什麼爛的格局都有 有的時候自己在 自己在看書學的時候啊 常常會 會看到那個書寫得很聳動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擔心 或是看到書寫得很聳動 你也會覺得說 哇 這個看起來很不錯 什麼中年大富貴 平步輕語 荒潮斑店 聽起來都非常非常好這樣子 今天我們主要就是來告訴大家說啊 我們在自己自學的時候 或是在自己看書的時候 或者是在看影片的時候呢 看到這些東西 那它到底呢 應該要怎麼樣子 才算是有格局 而不要被這些古書所騙 甚至不要被這些 電視上一些老師啊 或是一些 一些 網路上的老師 或是一些書籍所騙 我們來跟大家講說 這個背後的原因在什麼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說的 為什麼學任何東西 你必須要從原理去了解它 你不能夠只是片面的 字面上去了解它 否則常常就會有一些 失誤會出現 我們現在談格局這件事情 格跟局這兩個字啊 局談的是局勢 有沒有一個大的局勢狀況給你 格呢 格談的是啊 你能夠怎麼樣把你自己的範圍啊 畫跟整理出來 所以格局談的是 其實是一種啊 古人呢 不管他是什麼樣子的命理學 利用那些命理學的原則 然後呢 來去幫人做分類 那這個分類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說 哦 你大概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所以格局這兩個字啊 你應該把它想成是啊 做各種各種不同的部門跟分類 譬如說 你是黑人 你是非洲人 或是你是日本人 或是你是法國人 我們就會覺得說 好像法國人比較浪漫 然後那個日本人呢 比較情色 啊不日本人比較嚴謹 但也情色 每個國家都情色 但日本比較有文化表現這件事 也很嚴謹 德國人呢 很嚴謹 但是呢 也有很多的偉大的思想家在德國 我們會對於很多很多的人 去做這樣子的看法分類 但是它是不是就等於 日本人 特別會拍A片 不是 日本人是不是會 就特別比較會做什麼事情 會特別比較有錢 或是美國人 就特別比較怎麼樣呢 現實的情況是啊 美國也有富豪 美國也有情色工業 日本也有富豪 日本也有情色工業 所以呢 這些所謂的格局 它其實談的就是這樣子的分類 還有一個例子是什麼 華人我們都打麻將 格局也很像是啊 在我們在打麻將的時候 我牌抽起來 這牌抽起來之後 哇 我一整排都是桶子 唯獨缺武桶 那這個時候呢 我是不是有辦法變成青衣色 如果補那張武桶進來 是不是有辦法變成青衣色 那有辦法變成青衣色 那當然我就會虎很大的拍嘛 這就是格局 可是現實的情況是啊 我雖然拿了一排桶子 唯獨就是武桶摸不進來 怎麼摸都摸不到 怎麼摸都摸不到 摸了70年我也摸不到 這個是不是就沒辦法青衣色 這樣子呢 沒有辦法虎排 沒有辦法虎排呢 能不能夠去符合書上所講的那個 哇 你有一個很棒的格局 你會多少多少的賺多少錢 然後多富貴 是不是就其實沒有辦法完成 所以說實際上啊 格局的概念指的是啊 你必須要有一個相對應的條件 沒有相對應的條件 其實根本沒有辦法完成 那沒有辦法完成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其實很痛哭喔 打麻將的時候 最會放槍的是誰 就是準備虎大牌的人 因為他要努力去湊那個武桶 那湊都湊不到 他一直放槍一直放槍 那旁邊那些呢 哎呀只要有牌就可以虎的 他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嘛 牌進什麼就吃什麼 能摸什麼就吃什麼 那很容易反而就比較虎牌了 所以說 有的時候我們在看那些 據說所謂大格局的人呢 往往他其實更痛苦 因為他總是會覺得說 奇怪我明明就條件這麼好啊 我長得就是比較漂亮啊 然後我就是比較聰明啊 人家我那個 北女畢業 師大雖然是一直補習一直補習 然後第一名進去的啊 那也不是那種爛學校啊 那為什麼 我就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好的機會呢 那往往有的時候 卻有這樣的問題出現 那反而是那種 我們乍看好像 呃沒有一些很明確 好格局的那類的人呢 他們在命盤上面 他甚至看不出來 有很清楚的這種 哇三級家會啦 什麼什麼雙路交池啦 甚至看不到這些東西 結果這個人賺大錢 他可能靠著每個大仙跟流年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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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累積出財富出來了 初學的人常常在看命盤的時候 很容易犯的很大的錯誤 在看到盤的時候呢 像或是我們自己平常在上課的時候呢 我們都跟董姐姐講說 要把格局的這種概念拋棄掉 不要去沉迷在這上面 因為他都需要一些條件的 如果你湊不到這個條件 那這個等於是廢物 還不如不要好了 因為要你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哎呦為什麼我明明長得比 那個白冰冰漂亮 不范冰冰漂亮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辦法那麼轟 我反而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呢 那怎麼樣我們才能判定 所謂的有沒有辦法形成這個格局的狀態 大家記得這邊有幾個重點跟大家 大家想想想看 譬如說啊 紫薇斗數盤啊 有14顆祖星排成6種主要的排列組合 那這6種主要排列組合之後 他在顛倒盤之後呢 他會形成12種排列組合 就譬如說紫薇破 紫薇天賦會在這邊 那他也可以放在這邊 可是紫薇天賦在這裡 七薇一定在這邊 當紫薇天賦在這邊的時候 七薇就會在這邊 他其實排列組合是一樣的 他只是把他顛倒過來 形成12種排列組合 那這12種排列組合裡面呢 他透過各種各種的組合 他就會有各式各樣的格局 說給你聽 譬如說七薇在這裡 叫七薇伏斗格 如果七薇在這邊 叫七薇草斗格 這樣就兩個格局 問題是 剛剛我們是不是講了 這個啊 不管是七薇伏斗或七薇草斗 都算是 一直被大家稱讚跟讚頌的好格局 問題是 六個人有一個 這個是傳說中郭台銘的格局 六個人有一個 有六個人有一個是首富嗎 不要說首富啦 六個人有一個很有錢啊 大概都很難 所以說呢 你用排列組合的比率去算 你就知道說啊 單純的去談這種 太陽跟天涼在這邊 加文昌 天涼花爐 這要洋洋搶入歌 從小會念書 然後長大平步鯨魚 一路當大官的 在皇朝斑點 太陽加文昌是皇朝斑點 那洋洋昌路呢 是更棒 那有多簡單 這麼好碰到 怎麼可能呢 機率會有這麼高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這些都是 它只是基本的組合 那有了這個基本組合之後呢 我們怎麼樣去判斷 我會得到一些 真正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第一個重點 心耀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心耀的重點 不再妙望頻弱洩 它就是一個 心耀亮跟不亮的問題 火生很旺好像是對的 可是如果你在逃難 正在被敵人追殺 火生很旺 是不是剛好被敵人發現 所以這個是我常跟 同學談論到的啊 這種在命理學上面 很容易被錯誤物質的觀念 多的不見得是好的 亮的也不見得是好的 你要放對地方 在談心耀的時候呢 要討論的是 每一個心耀有它所需要的東西 你要拿到那個東西 這個心耀才算是 可以把它的優勢發揮出來 每個心耀有它害怕的事情 這個害怕的事情要躲開 那它才不會 把心耀的缺點步入出來 那我們那個影二陽善 然後把優點增加缺點降低 那我們的優勢的特質就會出現 那每個心耀都有 我們在其他影片裡面也有提到 譬如說紫薇 三方之陣裡面要有吉星 那天府要帶到露存 太陽要加上文昌 或者是加上小的星星三台八座 太陰呢不要遇到殺技 然後最好可以帶到露存或畫露 天姬可以畫露不要畫技 不要逢空節 不要帶殺技 霍君要畫圈 連針要畫露或帶露存 天童最好是畫露 但不要畫圈或畫科 他每個都有他所需要的東西 每個都有他所需要的東西 那第一個呢 要拿到他需要的東西 拿到他需要的東西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情 依照格局的形容給你聽的這件事情 來看看他需要得到怎麼樣的條件 那這個條件呢 絕大多數都是四話 這個格局會有錢的 錢跟什麼東西有關 錢跟路有關 所以他要拿到路 那如果他看起來是創業的或是升官的 那要拿到圈 如果呢看起來呢 是得到高位 或者會有名氣的 那要拿到柯 那當然最好是這三個全拿 可是有的時候呢 至少你要當大官的 那至少你要拿到柯跟圈 要賺大錢的 至少要拿到路跟圈 那那種又賺錢又得到高位的 那至少路權柯要全拿 而且不是只有拿本命盤 本命盤叫做我會去追求這件事情 但我不見得做得到 重點其實是運線盤 我本命盤有拿到 但是我運線盤通通都沒有 這樣啊 效力其實也不大 因為我重視我的名聲 所以我很努力地工作 但是我就是運特別不好 這樣有沒有用 這樣是沒有用 真正的所謂的好的格局 並不是你天生 有這個組合就算有了 他還必須要具備這兩個條件 星耀有沒有拿到對的 有沒有帶到路權柯 你的運線有沒有辦法 搭配了尚愛 也就是說真正的傳說中的那些 陳大公立大業做大官的人呢 他其實不會只有本命盤 他都是每一個運線盤在幫忙他 才會有這些事情 有的時候我常講啊 我本命拿到好格局 還不如運線拿到好格局 因為我只要放在對的運線 譬如說男生放在第三第四第五大線 這種人生精華期的時間點 去拿到好的局勢 反而會比天生有個好的局勢好 因為運氣時間到了 我自然而然我就展現能量出來 那我本身雖然有 可是我運線一直沒有 那我就很痛苦 好像一台法拉利 一輩子就卡在泥造裡面 我一台破爛車 可是我卻在第三第四 第五大線的時候呢 剛好走在不是高速公路 是快速輸送袋上面 有人拖著我跑 那這個時候反而效果會很好 那相對來講那些比較差的格局呢 可能啊 人生絕大多數的問題都是因為 自己個性衝動跟自己情緒的糾結所產生的 所以差的格局相對來講 通常就是你至少要碰到兩顆煞星以上 或者是季 可能有羊有駝有季 或者是有靈性有火星有季 通常要兩顆以上 這樣子才能夠形成 書上常提到破君在夫妻宮 或是貪狼破君在夫妻宮 然後你深宮也在夫妻宮 然後你的命宮可能又帶什麼桃花星啊 天遙什麼啊 你就會多淫亂啊怎麼樣 來講這種事情叫做 我有條件跟我希望 但是我是不是真的會去做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真的會去做你要有情緒上的衝動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煞星要放得夠多 那這樣才會形成 也就是說 所謂的格局不管你在哪邊看到的 其實必須要擁有跟具備 剛剛我講的那條件 如果沒有 那不過就是一個 這個人是個胖子 跟這個人呢 是日本人 就這樣子的分類而已 難道胖子就沒有春天嗎 不對 正妹愛胖子 胖子也會有春天 那瘦子呢 不瘦子春天更多 你看劉德華那麼瘦 所以不能夠用這樣子去分類說 哇你一定是什麼樣 不會有這種事情 以上呢大家要記得 不要在學習的過程中間 被格局所限制 就像我們的人生不該被格局所限制一樣 除了命帶停特特這件事情 謝謝